好 那青龍大哥怎麼看 好 這個郭台銘 以前有人說 他是商場上的成吉思汗 的確我們看他在企業亡國的開疆拓土 儼然有這樣的一個架式 但我們不知道成吉思汗 有沒有像郭台銘這種特質 雨不驚人 死不休 剛剛大家講的是 他在一些兩岸的問題 或者財經面上的一些講話 我再看了一下 他過去講過什麼 他說 勞團是垃圾 走狗 他說他管理紅海百萬人 每天管理一百多萬頭的動物 頭痛得要死 那麼他也講過說 他批評廢死這個政策 要是他一個禮拜就槍決了 這個是屬於社會議題的層面 是屬於一個 我們現在講的說 一個民主自由社會底下 共同探討的一些價值觀 你看在郭台銘這些話裡頭 完全不能夠呈現 而且更好笑的 他以前講過民主不能當飯吃 他說和平 國防靠和平 這個邏輯都很奇怪 尤其有趣的是他現在為了選總統 四年前已經一次 現在再來一次 但是他曾經講過說 在臺灣最不值得做的工作 就是總統 好所以我們現在會變成說 到底剛剛前面幾位 大家都講到 郭台銘今天講了再多的這種 所謂讓你聽了之後 耳朵不得不豎起來的話 每個人心裡都有個問號 說這個也說假的 那麼過去已經有非常多他的這種跳票的紀錄 我們看看四年前 我來舉幾個例子 當時他講到說 人家問到他說 你這個中國會不會給你壓力 你參選或者是將來當選 他說搞清楚是他們怕我 不是我怕他 然後他說這個 是我給中國飯吃 不像有些人是需要中國市場 是跟中國要飯吃 這個話後來就是大家知道了 說他罵這個某某人是國台辦的走狗 這個某某媒體是國台辦的傳聲筒 後來還有官司 好那當時後來 他後來沒有參選到底 但是隔了沒多久 大概一兩年 他為了爭取擔任這個 兩岸企業家峰會的副理事長 他又跑去北京向人家求情 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後來還有媒體報導說 他四年前其實把選總統當作煙幕彈 那麼他本來個人持有日本 這個叫做SDP就是借工廠 他的一個持股 他順利的在選完之後 把他原來在廣州面板廠的 這個借工廠的持股 投資給撤出來 所以有人認為他當時 根本在選舉的那一幕 根本就是為了他的個人的 一個財務的操作 好那這一次他又出來 然後到現在為止他講過說 當選總統之後共機就不會擾臺 那就被人家酸了 說你這個碰到這個程度 然後另外他投書到華盛頓郵報 他又說兩岸要在一宗框架下來 直接的談判 誰都知道你一宗框架下來 跟中國談判 你就是中國臺灣習近平不會在嘴巴再有口誤了 你就是他的一部分 你怎麼去形成一個獨立 國際間要怎麼來給你這個協助 今天他講的這些話 大家看得好像這個聽他講話很有氣魄 可是從過往的紀錄來說 他這個說一套做一套 或者說前面講他要幹嘛 後面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應該說這樣的一個人設 大家印象也很深刻 所以你要選一個總統 你是一個必須能夠讓大家信賴的領導人 是一個可以檢驗的這樣的領導人 我覺得郭董沒有錯 他今天決定要參選 大家也說他的參選豐富了 臺灣的政治文化 各方面的一個發展 但是同時他也要回答大家說 你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國家領導人 好我們稍後回來